爆炸品处理组的同事 就来了现场进行这个检视 就发现到 其实里面是有两个的物体 两个物体 形容是有两个的烧机对接而成的 跟着有些保鲜纸包着的 里面有两类的化学物品 它除了膠那里 就有两个无线的电话 相信是要来引爆这个土制大弹的作用 在爆炸品里面 除了一些化学物品之外 还有大量的钉 这些铁钉会令到周围的人士死亡 现时我们接查了之后 我们主要是要找一找 这个炸弹是哪一个放在上面的 为什么要放在学校里面 学校那么多的师生 那么多的徒人 为什么会做一些 那么令人发指的行为 再加上我们也要看一看 究竟这个案件 和我们近年 近期一些暴力的案件有没有关系 尤其是在周日 我们刚刚破获那个串谋商人 和一个枪支的案件 在过去的那么多人 人后还给大家看 这些算是给大家看 我们去看